大家好 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景色迷人的小镇上杀鸡四伏 本质上是一家人却相互厮杀 不看到最后绝对猜不到真相 惊悚篇 杀了三次 美丽的海滩别墅中 杀手查理颓然地躺在地上 等待死亡降临 具体怎么回事呢 让安哥为大家慢慢道来 作为一名自律的杀手 查理枪法精准 技术娴熟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我可以瞄准你的头 却打爆你的蛋蛋 这天他接到的任务是干掉一名女子 于是便开始了违行之路 女子名为爱丽丝 与名为尾部牙科的医院约好 下午两点看牙 看情形与开医院的夫妻关系还不错 主治医生南森正用办公室的电脑进行赌码 被妻子路西喊了出来 让他把自己的牙科病例与爱丽丝的兑换 然后把路西的车开到采石场待命 那边爱丽丝拿着一个包进到车内 向着牙科医院进发 查理赶紧跟上 南森这边刚做好一切准备 爱丽丝就到了 他把包藏在座椅下面后下车 南森安排他进到手术室 却强行为妻注射了大几辆的麻醉剂 待他晕倒后路西进入 摘掉爱丽丝手上的戒指 再用南森抱着他放进后备箱 车子油不充足 南森得先去加油 路西则是先处理掉爱丽丝的车 把车开到采石场 处理指纹时 发现了在车座下的包 打开后一脸惊讶 看一样是不得了的东西 南森这边也终于到了加入站 给车子加满油后 又灌了一大瓶 路西等的都要不耐烦了 终于是看到南森的车到来 抱怨一番后 让南森把爱丽丝的车开进水里 再分别开着两辆车到公路边 路西摘下自己的戒指 放到仪表盘上 南森打开后备箱 却被醒来的爱丽丝偷袭 好在路西的战斗力强的爆棚 不一会儿就把逃跑的爱丽丝 打晕带回 顾不上责备南森 急忙把汽油交到自己车上 南森负责把昏迷的爱丽丝 塞进车内 再将仪表盘上的戒指 给她戴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 点火推车 车子坠下悬崖 很快发生爆炸 路西的车 路西的戒指 烧焦到女性尸体 将来有人发现时 势必会将遇害者当作路西 而这一系列的魔幻操作 都被跟踪爱丽丝的杀手查理 一一拍下 那么肯定会有人好奇 这个爱丽丝究竟是什么身份 时间回溯 画面一转给出答案 爱丽丝与丈夫杰克 在海边经营着一家酒吧 路西则是杰克的妹妹 某天她告诉杰克 爱丽丝出轨了 并给了她一张名片 可以雇名片上的人 去调查求证 杰克很爱妻子 可她的控制欲有些过头 甚至从保险柜里 拿出左轮威胁爱丽丝 我的爱情没有出轨 只能丧偶 随后便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 没错 接电话的人正式查理 当晚爱丽丝趁着杰克熟睡 打开抽屉 将左轮放进了自己包里 刚要走 杰克惊醒 顺势就给爱丽丝一个嘴巴 爱丽丝扔下一句 这是你最后一次打我了 随后不顾杰克的道歉 愤然离去 她去寻找安慰的地方 正式情夫狄伦家中 路西猜的没错 她确实出轨了 狄伦安慰她的方法很简单 激情就完了 这火爆的场景 肯定被查理尽数路下 运动过后 爱丽丝拿出了偷来的左轮 交给狄伦保管 二人约定明天就私奔 四日一早 爱丽丝先行醒来 有些不舒服的她 发现自己怀孕了 既然如此 那肯定不能空着手私奔 不然将来的宝宝花费从哪里弄 回到酒吧 正叫查理打电话给杰克约见面 杰克自己的车在喷漆 便开走了爱丽丝的车 等丈夫走后 爱丽丝跑进她的办公室 她清楚记得 保险柜里有很多现金 试了试密码 还真的被她打开了 杰克却在此时折返拿钱 好在爱丽丝及时躲了起来 没被发现 待杰克走后 将柜子里的钱全部取走 暂时将装钱的包 放进不引人注意的垃圾桶里 与此同时 杰克已经见到了查理 查理要给他的东西 就是爱丽丝的偷情录像 看过视频后 杰克怒火中烧 付了调查费用后 又展开一项新的交易 让杰克干掉爱丽丝 报酬十万 此时的时间正处于爱丽丝看牙之前 警察布鲁斯走进路西夫妻的诊所 南森因为毒麻欠了一人25万 那个人正是布鲁斯的亲戚 布鲁斯威胁南森 一周之内还清欠款 否则小朋友不保 哦对了 还有利息 就算你们30万吧 小两口惹不起这个黑警 便打起了爱丽丝的主意 计划是这样的 路西为自己交了意外险 让爱丽丝替他死 就能骗来保险金 这便有了影片开始的那一幕 划分两头 杰克回到酒吧 并没有对爱丽丝动手 将死之人 没必要和他过多计较 爱丽丝拿到车钥匙后 便从垃圾桶里取出包裹 开上车直奔路西诊所看牙 昨天杰克抽他嘴巴实在是太疼了 那么此时可以确定 路西在车座下看到的包 就是杰克的钱 于是爱丽丝之后 就经历了被迫车祸 没想到 车辆巨大的颠簸 让他醒了过来 在爆炸前 跳车逃生 真是命大 以为结果掉了爱丽丝 南森把路西送到朋友的别墅中 朋友去了国外 六个月后才回来 路西这个死人不能见光 刚好躲在这里 警察布鲁斯很快便发现 悬崖下路西的车 惊艳老道的他 猜到了南西杀气骗宝 却不知道他们杀的是爱丽丝 南森看到了路西拿回来的钱 大概25万 立刻意识到 其实爱丽丝可以不死 但路西为了更多的保险金 还是捅下杀手 可事情已经发生 再追究下去也没什么用 留下路西自己在别墅 南森则拿着钱返回诊所 同一时间 杀手查理到酒吧找杰克要钱 爱丽丝已经死了 任务完成 至于怎么死了 查理没告诉杰克 这种事知道的越少越好 出于信任 杰克打开保险柜拿钱 这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转而告诉查理 明天来拿 查理也不废话 转身离去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他不怕杰克失信 回到诊所的南森 突然收到一条惨信 让他带着25万到惨石场 下面复制他与路西残害爱丽丝的照片 一波为兵 一波又起 布鲁斯又走了进来 他到此的目的非常明确 名人不说暗话 把你骗来的保险金分我一半 那你杀气的事我就帮你保密 为了安抚他 南森只能答应下来 送走这尊温神后 南森赶紧回到别墅 将采信拿给路西看 为了少生是非 再加上有保险金的保障 路西吩咐南森 拿钱去采市场一了百了 这边忙得交通烂额 杰克这边也迎来了客人 许久不见爱丽丝归来 狄伦这个第三者 来找杰克要人了 这可算是给杰克气了个勾腔 拽出抽屉就要掏枪射他 结果左轮出现在狄伦手中 这狄伦也是个狠人 对杰克的腿就是一枪 逼他说出买凶杀气的事情 狄伦听罢怒火中烧 直接开枪干掉了杰克 杰克也是真惨 盯着一头绿被第三者杀了 用的还他们是自己的手枪 才让内 南森开车到达 提前放在那里的手机响起 接通后 查理要求他把钱放在地上开车走人 估计大伙也都猜到了 发财信的正是查理 南森不听话 还想要回照片的储存卡 但别忘了查理可是杀手 和他对着干 能有好果子吃吗 眼见这小子不死心 果断连开竖枪将其射倒 打开包裹 里面是一堆废纸 查理用路西的姓名威胁得出真相 钱就在后备箱里 装钱走人 南森则与汽车 一起被炸了个粉碎 钱到手后 查理又来找杰克 等在外面的狄伦 刚要对他动手 就看见警车也驶了过来 只能暂时作罢 查理进到屋内 就看到倒在雪坡中的杰克 出于杀手的素养 果断开始抹出自己来过的痕迹 以确保 不会有人怀疑到自己身上 可万万没想到 警察布鲁斯 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 这玩意跳进黄河洗不清啊 查理也不废话 直接开枪 是个狠人 走出酒馆直奔别墅 狄伦紧随其后 从悬崖下爬上来的爱丽丝 看见狄伦的车 也紧追而上 查理来别墅 是要灭路西的口吗 当然不是 接下来的一幕 让人大跌眼睛 路西和查理竟然有一腿 而这一切都是他俩计划的 从一开始给杰克名片 让他对爱丽丝起杀心 路西再和南森顺水推舟 拿爱丽丝当替身骗保 等一切完事 拿上钱与查理援揍高飞 却没成想 查理给南森干掉了 路西先是一脸懵逼 随后奇迹败坏 你给人都弄死了 谁去领保险金 我这个假死之人自己去吗 查理不是南森 不会任由路西指责 更何况 他刚又杀了个警察 只想拿着25万赶紧跑路 一巴掌将过躁的路西 扇翻在地后 转身就走 刚出门 就被埋伏许久的狄伦打倒 查理起身还想解释 爱丽丝不是自己杀的 结果听闻赶到的路西 一顿天而加速 眼见狄伦要开枪 查理眼疾手快一巴了 站在门口的路西当场去世 查理趁机掏枪 击中狄伦肩膀 刚要补刀 爱丽丝一锤子 抡在他的后背上 螳螂不缠 黄雀在后啊 紧跟着几下 就把查理打下了楼 迪伦起身 与爱丽丝的激情互问后 带着钱 开车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只留下查理躺在地上等死 腹部被三角缸 撕了个通透 手机响起 好死不死的 还来了生意 等着吧 下辈子给你办 电影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说实话 安哥好久没看过 这么顺畅的片子了 高潮迭起 不到最后 就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的 一个海边小镇 感觉没住几个人 就这几个人都参与了故事 安哥认为 会死的 没死 没想到 不会死的 竟然死了 一个接一个 死够了 故事结束了 片名为 杀了我三次 其实就是一个故事 与不同的视角 讲了三次 这种手法非常有意思 最后竟然有一种 拨开云雾见光明的感觉 就是这结局不算太好 出轨的人能活下来 实在没什么道理 好了 今天解说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妍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